走 請坐 請坐 各位學員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很奇怪 現在每一期的學員 是越來越年輕 這表示我是越來越老 你很歡迎我越來越老 我還是在拍照後面那句話 來 問你一個問題 台灣有沒有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有的請舉手 台灣有沒有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有的請舉手 手放下來 沒有的請舉手 沒有參加的請舉手 手放下來 你已經受過訓了 你還在沒有參加 如果台灣沒有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話 誰轟炸台灣 日本的請舉手 日本轟炸台灣的請舉手 美國轟炸台灣的請舉手 沒有人轟炸的請舉手 有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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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普通話 因為我們一些原住民 高沙民族同胞 聽不懂 所以我要用普通話讓他們聽得懂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是美國轟炸台灣對不對 對不對 那不敢講 大家不敢講 講錯了又不會罰你 我不是國民黨 所以你可以答錯沒有關係 是美國轟炸台灣對不對 所以美國是台灣人的敵人對不對 對不對 那個時候 現在也是我告訴你 那美國既然美國那個時候是台灣的敵人 你都同意對不對 對不對 那不敢講 那不敢講 沒有恐怖時代 沒有白色恐怖 這裡回答 好 美國那個時候是台灣的敵人 美國那個時候跟中華民國叫做同盟國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美國是台灣人的敵人 所以中華民國也是台灣人的敵人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不好意思 你們都在拿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中華民國的money 中華民國的護照 你們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我告訴你 我在網路你看全世界 所有人民的反應對我們台灣人 他們覺得很莫名其妙 你就會說 那個時候 美國是台灣人的敵人 中華民國也是台灣的敵人 你今天自己去說 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不會奇怪嗎 各位不會奇怪嗎 你自己去問你的良心 你過去 這些年 你多這麼久 你多幾歲 你就是 5幾歲 你搞不清楚啊 美國轟炸台灣 美國是台灣人的敵人 美國又是中華民國同盟國 當然 中華民國也是台灣人的敵人 那今天我們為什麼 認為 自認為 自己認為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你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各位 我也會覺得 我但是我讀高中以後 我有感覺 但是我家的人都跟我說 小朋友有心無嘴 點點 這是我受的教育 我很厲害 實在越厲害 越厲害 越厲害 所以我是算下一個基準的一個 啊好 我還問你一個問題 那當時 什麼時候 台灣人變成中華民國的國民 什麼時候 知道了嗎 你押手 來 公福 不不不不不 你聽我講 因為中華民國跟台灣人說 關乎以後 所有的台灣人都變成中華民國的人 我請問你 第二次世界大戰 你們去給美國訪問和咪咪咪罵 你是賤贏還是賤輸 賤贏的贏手 賤輸的贏手 當然也是賤輸 賤輸怎麼有關乎 你跟你的腦筋裡面的邏輯啊 賤輸啊 賤輸啊 賤輸怎麼有關乎 這個你跟你的腦筋裡面的邏輯啊 完全不一樣 賤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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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關乎 你們的年齡啊 沒有到那麼高啦 我相信啊 在1945年8月15號的時候啊 日本天皇廣播公無條件投降 對不對 對不對 有的人不敢回答呢 對 沒有錯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其實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耶 為什麼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而不是日本政府 啊 因為政府死掉了 只剩一個天皇而已 不對啊 建政法裡面的規定 這個國家的頭人啊 頭人啊 是天皇 所以天皇才有主席來選佈 好像不像這個國家如果是美國的時候 那時候就美國的總統才有主席來講 所以日本天皇 是日本 帝國 日本 大日本帝國 的頭 所以他有主席選佈說 投降 阿威一天開始就投降 好 那時候的台灣人 是日本的國民 你說不是耶 我念的書裡面說 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耶 是不是 日本的殖民地 你走去往後看 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 對著舉手 你怎麼不敢去手 當然那個時候 在 剛開始的時候 是日本的殖民地 什麼時候 台灣這個土地 變成一本天皇的土地 什麼時候 沒有人知道對不對 沒有人知道對不對 你有最過我的殖 你怎麼臭皮 你看看 按照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 1945年四月前一 日本天皇 選佈 民地憲法 在全台灣 這個地方 百分之百 全部的實施 給台灣人參政權 和參戰權 從那天開始 所謂台灣人民 都變成日本天皇的國民 這個土地 也是變成日本天皇 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我給各位說 不是你不知道而已 你也要知道喔 不是說日本天皇 教書選佈 你那後 就馬上變了 不好意思 國際法不是這樣規定 國際法不是這樣規定的 國際法規定 來我講一個例 日本有一個島叫做北海道 知道北海道的情侶局所 北海道 北海道 知道嗎 不然你也聽過 北海道是日本的土地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不敢說而已 現在是沒錯 本來不是 這個土地是 住日本地國的殖民地 北海道 好 所住的人叫做愛女主 講的藝人跟日本 不一樣 他有自己的文化 但是 日本的天皇 在北海道開始 實施皇民化 皇民化 什麼叫做皇民化 因為在座國 好像差不多 一樣 民化 大 有經過日本時代 他就知道 日本天皇 那種大大 什麼樣的天皇 種 概就都在學 以前我們小學 我學的時候 老師說 講解水的時候 都 騙得 那就是日本天皇 日本時代 也這樣 講到天皇 立正 每一天 向當兵 跟日本天皇 走 那不是說 那是因為 皇帝 皇帝 這個位置 和我們一般的民主的國家 不一樣 我們這個民主是嫁的 我後面才跟你講 是日本 英國 大清帝國 也是皇帝 有皇帝的國家 和這個民主 現在所謂的西方 民主國家 是不一樣的 好 北海道本來是愛女主 日本天皇 在那實施皇民化 就是給愛女主的人 先學一技 風俗習慣 風俗習慣 跟日本一樣以後 然後 日本天皇在北海道 實施天皇的招數 讓北海道這一塊土地 所有的人民 變成日本天皇的臣民 台灣一樣 台灣在1937年 1937年四月初一 開始實施皇民化 皇民化 讓台灣人改世名 再來 讓台灣人購日本的風俗 習慣 你看看以前台灣是一個很浪漫的地方 我知道 日本天皇 派他的修徒來台灣 他有一個青龍 在台灣 不是建市 是破壁市 台灣這個土地 到處都是沼澤地 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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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藏 藏氣 那就是很奇怪的地方 那對就不完 就對了 所以台灣人那個時候 過期的年齡 都很低 那不像現在我七八十歲 沒有啦 以前三四十 二三七十歲都很厲害 好 日本天皇 在台灣這一塊土地 花了很多的精力 花了很多的時間 培養台灣人 所以你看 在日本時代 台灣曾經辦過博覽會 全了不起 辦了博覽會 是比中國的上海 北京那種進步 所以你不要 你不能說看我們自己不去 所以北海道 因為日本天皇在北海道 由殖民地 給他實施皇民化 然後經過憲法的實施以後 這天皇那個招書實施 憲法一要 就變成萬國公法裡面 變成日本大日本帝國的神聖 不可分割的領土 什麼叫做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就是萬國公法 萬國公法裡面 對 因為所謂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就是 人民 對這個國家 有義務 要去它遵守 有 住在那個國家 人民有管理 接受國家的保護 這都是萬國公法的規定 所以我跟你說 今天台灣的地位 你如果只用建政法 用國際法 來證明台灣 台灣的國際地位 我跟你說 百分之四十而已 只說百分之四十 你說不通 所以你也能知道 我們台灣看六個年 六十七年以來 一直 不管是國民黨的派那也好 民進黨的派那也好 還是台灣的 獨派的派那也好 跟你說的 都不說法律 都說感情的 啊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就要獨立啦 那不獨立就很害的啦 大家也知道啊 率理說已經獨立了 我不知道說 如果既然已經獨立了 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請問 你這個台獨聯盟民進黨 你在拚什麼 你現在還在拚什麼 劍本來跟你選舉說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我們要支持台灣人 對不對 他就說對 我問你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的請舉手 我都不敢押手嘛 對不對 對的押手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的押手 不對的押手 沒有押手是什麼意思 你的胸口 你也比較有趣 我給你問話 你不知道你也請我去 我不會幫你笑 你不知道是運動的 你如果知道就很奇怪 我再問一次 一定要押手嗎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的押手 對 手什麼 台灣 我跟你說 不對 你說奇怪 你這個共產黨 這個國民黨的教育 台灣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我再問你聽清楚 國賓飯店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對的押手 國賓飯店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那天也不對 是怎麼不對 是怎麼不對 為什麼不對 所有觀眾你敢有 你如果沒有國賓飯店的所有觀眾 你有什麼主意的說 住在那個地方就是你的 我問你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台灣的所有人有在你的手頭嗎 有的押手 你看 你所以都說誰 這麼一個人押手 所以你像我一樣 我給你用政治上 用感情的 你把你騙 你不要去洗去 我也是一樣 我讀高中的時候 那人的動畫 你演講我很愛聽 那有一次 你走那裡 那個漫畫 你聽那個 凶人上的講話 我記得 好 光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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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我的錢比較快 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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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 等一等我 講完之後 我一個夢想在那裡 嗨啦 我跟公公去這些錢就沒有樓 讓我走點外景回去 台灣人是用這年有一個錢 你幫忙 希望台灣人可以走出台灣人的一條路 所以從來沒有人跟我說台灣的路是什麼東西 見拜 看六個了 我已經六十幾歲了 我讀高中的時候到現在 我在讀高中 從高中的時候到現在為止 這麼多年 台灣要在原地踏步 為什麼要原地踏步 因為 我們走錯方向嘛 我們走不出來嘛 你不走來說人真正在台灣這個地位 到底什麼東西嘛 我過來 台灣既然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我請問台灣是什麼人的 誰的 日本 日本 靈魂 誰的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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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想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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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是什么人跟什么人定的 你知道吗 美国跟美国有关的 大清帝国的大方帝 和大日本帝国的大方帝 签的条约 你知道什么叫条约吗 你这四人来这里你不要签过条约 不要说条约 合约你走去看看 这四人不要签过 合表会 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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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如果签合表会的时候 你跟某个人签 那个权利 义务是限制在什么 签出的人 对不对 对不对 来 马关条约你看 这马关条 上帝你跟他听好吗 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 为签 为定立合约 第二条 听着看 两个方帝 这个里面 你不能看这几里 这几里有一个意义在里面 标识说 台湾这个土地 不是在大清帝国大皇帝的手头 他有主价 有人签那个合约吗 有没有 他也没有资格 如果不是在他的手上 他也没有资格 其实他是没有资格 可是呢 是怎样也没有资格 那个时候 他因为说他有资格 台湾那时候的土地 台清帝国 只有四边 西边六个屯垣区 这边的地方 是台湾的高沙民族的土地 那个地方 不是台清帝国管得到的土地 他不敢敢签 但他自己签下去 这中国人 西中国人就这种事 我就自己签下去 不然你要怎么 所以 我跟你说 我们台湾人 现在就要人真研究 所有的法律 法条 这样 如果知道有那个胸心 我们就不去给他 你看看台湾的土地 历史的 这边白白 你看看 一只蚕 你看看 右边是什么 原住民的土地 就是 现在说原住民是不对的 要跟高沙民族的土地 你听我说 现在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 原住民这几个字 其实是国民党要消灭 高沙民族的做法 你想想看 其实这个高沙 这两个字啊 是什么意思 我有想一笔文字 在日本古早的 日本的古籍书里面 高沙两个字是代表 很多的山 很漂亮的美景 这一块地叫做高沙 西方称台湾叫做福尔摩沙 日本古书里面称台湾这块土地叫做高沙 结果他现在国民都给你骗了 中国国民都给你骗了 这个高沙是日本歧视原住民 这样他在骗我们的高沙民族的同胞 你想想看 再过一百年 再过一百年 高沙民族 如果去给他改造原住民 他以后 变得没做的 平埔族 这台湾人 这为中国早来台湾 这中国人一定跟原住民说 喂 你们只不过是多我们一百年而已啊 你那个 待遇 好的待遇应该取消啊 原住民 再来他们中国人叫做新住民 再过一百年啊 没有什么新旧了啦 所有的高沙民族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 跟所有的高沙民族 十四个高沙族 开会 我们要面对一个很残酷的事实 我们会要求 所有的高沙民族 要恢复原来的高沙民族的名字 他给你骗 国民党给你骗 骗说高沙是歧视你 以前 以前啊中国人刚来的时候 叫高沙族叫啥 欢啊 有吗 那高沙民族的人听到很比诵啊 把你分成生欢和熟欢 熟欢就是住在平地的 叫做熟欢 其实 欢啊是什么人 是中国人不太叫欢啊 欢啊的意思是外来的叫欢嘛 你中国人是外来 应该他们欢啊 不是我们欢啊 这是事实耶 啊你 现在我们这些原住民同胞不要熟啊 你知道吗 欢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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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欢啊会 为什么欢啊会 外来的东西吗 欢啊油也同样啊 你知道吗 哦 欢啊会 欢啊油 你就可以说 那是外来的 那中国人也是外来啊 他们是欢啊 对不对啊 我告诉你 要念书啦 我没有骗你啦 真的要念书啦 所以我跟我们的原住民同胞讲 民政府支持原住民改为高沙民族 你如果搞成高沙民族 一百年两百年以后 仍然拥有高沙民族这个称号啊 那不好吗 对于我们的原住民高沙民族的同胞 我们给他一个政策 从民政府执政以后 高沙民族的同胞 如果他的下一代一产生 每一位政府补助一百万 到一百二十万为止 到一百二十万为止啊 要先讲清楚啊 到一百二十万人为止 因为原来是有一百二十万嘛 可是呢 现在每生一位原住民血统 给他一百万 现在其他人也说 现在大家都不管啦 谁统治都一样啦 我那个十八%有没有 十八%我让你去挑 台湾民政府执政男女满十八岁以后 政府送你一栋房子 但是哪怕要送给你房子 你要放弃你的十八% 这样有利不 有 有啊 你要家啊要十八% 有啊 卡公也要家 几位就来 有啊 原住民同胞 高沙民族 高沙民族 这个有那些西中公子 没有20五十六的那些 那他这出来的 到底是哪一样 那些叫高沙民族跟高沙民族 当然就是高沙民族 当然就是高沙民族 对不对 是在1945年的8月15号投降 有的人说呢 一个西中公子他就说 4月1号啊 离开投降只有四个半月 不算数 算不算数啊 算不算 当然算啊 尤其是这点 你问您太太 早上跟您太太来结婚啊 今天跟你跟你跟你说 你不算啊 今天结婚已经登记了 那你说那不算 这天也有算 不要说是四个半月 算 当然算 尤其是这点 两三个月以前 日本有派这个外部姓两个官员来我记得 我拿这个 刚刚天皇照顺我看 我说这个东西 你有看到吗 有算还是没算 今天有算还是没算 他看到他跟我说算 我说为什么算 日本天皇他哪在上面 张祖日 日本开始改 另外 台湾人在日本 老在日本的人去那里卡大 在地卡 国籍跟一个地域 地方的域 区域 地域 这两个东西 本来台湾人都跟你欠什么 中国 他在给我们拜奉以后 他现在开始改 现在改做什么 台湾 我告诉你 我看到新闻 台湾在说他们的打拼 我不要跟他说 你打拼是什么 要改以前是跟我们说的 跟我们台湾民政府说的 中国 我说你日本人 好像是总理说的 蜡酒没酒 台湾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你不要搞错 他说 不是说 歌给日本 我说当时歌 就今天和平台湾 台湾有没有给中华民国 没有 没有 那些小的说有 说有也没关系 拿出来罚款 没有啊 他自己说开楼宣言 有啊 我孩子设计时 他说开楼宣言 开楼宣言是1943年12月1号 开楼宣言 当时是三个国家签 三个国家签 哪一个 英国 美国 和中华民国 那个草双 那个草双是没有英语 他叫什么人去台带 送米岭 我是很想这个送米岭 这台湾叫海誓啊 开楼宣言在里面说什么 他说 日本切磋 这个中国的土地都要行他 我请问 台湾是日本切磋 中国的土地吗 沒有耶 那是你建輸 也不是台灣建軍 你自己在北洋艦隊跟日本建軍 你打輸 打輸去用消滅 有人去攻北日本的清條的風呂 來簽馬關條的 那有 沒有耶 有拿錢跟風呂說 你要簽 你不簽我打輸 沒有耶 那是主緣的耶 我告訴你 你看喔 現在國民黨就告訴你 一九十一年十二月七九 蔣介石取消不平等條約 我告訴你 我小時候看了這點 蔣介石是我的民主英雄 取消不平等條約 我告訴他 說所有全世界的條約都是不平等的 哪一個條約是平等 你跟我說 見經意欲 絕對不平等嘛 對一個條約是平等的 你跟我說 全世界不平等條約 不平等條約可以取消嗎 當然也不行 你跟我說 你在那條約有規定 說在什麼情況之下 還是我跟你簽了說 一年後 我要把它取消 雙方要同意 那不說 怕啦 所以台灣這個土地百分之一百 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聽清楚 不是日本政府喔 所以你如果後面的人說 這個土地什麼呢 日本靈魂 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日本天皇 有的人喔 你知道我們這個 六月二十六 全台灣七天佈再打下去 有一個歐巴桑比較好 但是那個歐巴桑很奇怪 講的話 半吊子有一點 很像北洋藝那樣 你不要講說是日本天皇的土地嘛 說喔 說你有沒有念歷史 有啊 你有念這個馬關條有沒有 有啊 啊台灣是歌給誰 日本 說你零分你知道嗎 他有真的讀馬關條在帽子 你載著國語 馬關條在這裡 你有沒有看到嗎 是皇帝對皇帝嘛 啊你再說 再來我講這個 你聽清楚喔 我如果講的你就聽就聽有啦 啊不然就跟你說用一些文字喔 你就聽不到啦 我們的新特區的黃州長 他賣一輛車給我 車子啦 所以黃州長的名 和我林志生的名 我們兩個簽約 簽約喔 這輛車的所有款 是什麼人的 林志生的對不對 我這麼老啊 我沒想要簽 我告訴我的學生 我叫我的學生去簽 我的學生在簽這輛車 那我沒有注意去跟他們簽到 那簽到一後 簽到一後 人家說要簽 那我學生說 那簽到就簽你嘛 所以我的學生說 啊我簽這輛車來簽你嘛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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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拿手看看 啊你跟他簽到當然要簽啊 啊你覺得要簽要簽啊 你跟他簽到不用簽嗎 欸你實在很奇怪耶 要簽嗎 啊所以我學生說 我來簽到 啊來簽你嘛 這樣好的你走 你都不對了 我問你咧 我的學生要跟他簽這輛車 他要問我嗎 你很沒尊重那個老闆耶 我有所有款耶 要問我嗎 要嗎 要嗎 啊這你聽有啦 台灣這個土地 掛給日本天皇以後 日本這個國家 大日本帝國這個國家是天皇 他土地太多了 有北海道 本州四國 九州 琉球 台灣 跟這個新南群島 建書以後 天皇 他有所有款 但是他有什麼人去管 首相在管對不對 所以首相代表政府 這個政府就像我學生啦 我就像天皇啦 現在進進失敗 天皇 這個政府想要給他賣台灣 不可以賣啦 要問天皇啦 這道理有簡單嗎 很簡單嘛 所以馬關條約之後 就今天和平條約 就今天和平條約 第一條到二十六條 沒有一條說 這個土地已經不給別人去了 不給中國民國去了 沒有啊 沒有啊 所以到今天為止 台灣這一塊土地是誰的 日本天皇啊 怎麼簡單不 我告訴你 你今天 拆這個口 拆架你就已經拆開了 我沒有騙 你看 六七十年 他拆了 你去跟人家說 我告訴你 坦白說 也不是我拆 誰跟我說 你知道嗎 我喔 我也去顧美國對不對 我兩千塊兩年 十月一次顧美國 美國國風報 有一次你跟我說 他說 他說 欸 你們台灣人很奇怪耶 我問你美國人才奇怪耶 他說 美國國風報跟我說 他說 你說喔 我 美國我跟日本天皇打仗 啊 台灣這塊土地是日本天皇的 那我要處理台灣這塊土地 我要問誰 他自己說了 我才知道 他夭壽啊 是我拆得不好耶 要問一本天皇啊 跟中國有關聯嗎 一雙關聯都沒有 我跟你說 所以你說 今天說中國會來拆台灣 不會啦 絕對不會啦 啊中國不能來拆台灣 所以中國現在也是這樣 本來他說 琉球 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台灣也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三年以來啊 他再說不 他已經變了 他變什麼 他說什麼 現在日本的修相 去北京開花 日本的修相 跟那個韓國的修相 跟那個文家寶開會的時候 日本修相他說 琉球是 我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阿文家寶說什麼 琉球是中國核心利益 他現在說核心利益 所以台灣也是變成 中國的核心利益 core interest 他改了 什麼改了 五年前我開始研究 建設外國 中國怕到了 他也去研究耶 南京軍區司令員和武漢大學聯合 87個國際法的報酬 研究 然後寫一本書出來 三年前寫出來 由武漢大學出版戰爭法的書 他的內容 跟我說下來 全部一模一樣 但是他唯有台灣問題 他沒有寫 但是我相信 江澤民 胡錦濤 溫家寶 定家的人已經知道 他們不可能拿台灣倒回去 因為已經割讓了 你們算 這邊比較有良心 也要拍手 所以你不用煩惱說 我給你保證 中共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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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中國人來台灣 你們這天亮會死 我跟美國人來你們會死 美國人來 那些人 現在在說台灣人的拍位 都記起來 我太前不給他 付錢也不給他 為什麼 因為我也沒有付錢 我現在沒有付錢 我為兩千空二年 為中國 多忙回台灣醫療 偷渡回來了 我都沒有 因為我沒有付錢 因為我說我不是中華美國的人 我如果不可以拿去 不可以出去 現在在那裡 在你說台灣人的拍位 就要不可以出國 好嗎 好 那不是你 那都好 來 一九四五年 這個建禁是從哪裡開始發動 太平洋戰爭是怎麼發動的 是一九四一年 十二月七號 懂得七號的時候 夏威夷七號 我們這裡已經八號了 七號的事情 日本想好 不是偷襲珍珠港 我沒有用偷襲這個字 我用齊襲 就是 忽然間他沒注意 要去拿 去拿 齊襲珍珠港 然後美國總統就宣戰對不對 對不對 對不對 不對 總統不能宣戰啦 我都對 你都對我自己對 跟中華民國跟你說 宣戰 十二月八號 羅斯福 在國會 向他講 他說什麼 他第一句話說什麼 邪惡的日本帝國 你日本政府喔 邪惡的日本帝國 齊襲 偷襲 轟炸我們的珍珠港 他沒有說日本政府啊 所以你要搞清楚耶 所以你要說 如果叫他們中國人來講話喔 喔 美國向日本宣戰屁了 到宣戰 以下一月宣戰是國會國會才有宣戰權 總統沒有宣戰權 所以十二月八號 我們家十二月九號 十二月九號 那當時 蔣介石 在我們的課本什麼 喔 蔣介石 馬上十二月九號對日宣佈 宣戰 同時取消不平等條約 我本來叫他是他姓耶 下面我覺得跪了 十二月九號那當時 蔣介石 在中華民國政府的位置是什麼 他不是誰選的總統耶 他沒有耶 委員長零分 行政議長 我不是黑白說的喔 中興新春啊 他有一個中華民國歷史館 裡面 裏面帶一張 原版的 原版的 對日宣戰書 我如果說對日宣戰書 我會笑死他 我一個看 蔣介石 有啊 幾個人喔 蔣介石 上面抬頭 行政院長 那當時的主席叫什麼 林申 是林申宣戰 不是蔣介石宣戰啊 那臭屁的 說他宣戰 他哪有管理 那當時聽清楚喔 那當時在全中國 有三個中國政府 一個在重慶 一個在南京 一個在毛澤東 三個中國政府 過不幾天 對德國宣戰 對德國宣戰 人家說得很清楚喔 1941年12月 1月幾號幾點幾分 我們對德國宣戰 跟義大利宣戰 當林申對日本宣戰的時候 日本沒有回應 為什麼 你沒有按照國際法 那不算宣戰啊 你看喔 國際上這個法律很要緊耶 你如果不對 你的宣戰無效耶 所以嚴格說起來 中華民國對日本選戰 沒有啊 但是建政的東西 不用宣戰也可以打 但是可以打 以後的和平條約就有問題了 啊 我們就表明說 我們就沒有建政啊 要簽成和平條約 跟蘇聯一樣 跟蘇聯一樣 蘇聯跟日本跟今天為止 沒有前和平條約 蘇聯有選戰啊 蘇聯什麼時候選戰呢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一本導航對不對 導航的前兩天他選戰啊 因為六號到八號 離國等元主黨啊 九號 蘇聯向一本選戰 所以 這蘇聯這款的也是 海啊 就要贏 元主黨等會了 就要跟你選戰 我也聽過選戰啦 那時候 我也算贏了 我跟你說喔 這就是要讀國際法啦 所以蘇聯 他有那個政 那個做 那個什麼政 那個佈爪 也有派兩個記者來訪問我 訪問我 研究的這些政政法 訪問我他們嚇到了 欸 拉到了 不要跟日本講 我他跟他說完了 啊 他說完了他回去後 他怎麼說 他說 改變策略 他說北方四島 跟日本提議說 這樣行人兩顆就好啦 我留兩顆啦 我馬上跟日本講 不能給他答應 不可以答應 啊這個中國就不一樣喔 中國那個 江澤民那種海啊 蘇聯啊 他把一個蝦子頭 很大的 那個島差不多是台灣這麼大喔 蘇聯跟中國說 欸 畫一半啦 一半行你 一半給我 他占你啊 照著你來說喔 國際法有規定 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啊你占領不得移轉主權 國比較久就不好 要行人啦 就像加薩做人 以色列佔三十八年 一定要行就要行 全世界都給他趕走 啊這個 賠順一半喔 江澤民給他同意 啊 他把他這樣 這樣發育到 他中國說民族英雄啊 投一半刀回來 總統利益 你都要把他拿回來 所以投一半刀回來 所以日本啊 沒有答應蘇聯 我問你了 你清清楚喔 现在日本的北方四党 他一直给他打 苏联怎么说 这个不是你的 他回了一句话 这不是你的 不是你日本政府的 日本政府那些人都头上傲傲 不是我的 不然是谁的 谁的 谁的 你现在向左边看那个 红的那个 那个地图 你有看到 那个地图 是真早日本时代的 大日本帝国就在那 红色的部分 你有看到吗 红色的部分 包括什么 韩国是那个1905年 一个并和条约 改变这殖民地 但是台湾不是殖民地 台湾刚刚开始是殖民地 后来是已经变成日本天皇的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来看那个土地 北海道 本州 四国 九州 然后 头城也有 九州 然后琉球 台湾 还有岳下 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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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南群岛 新南群岛是什么东西 是1939年3月9号 高雄州 宣布 向全世界宣布 从西沙群岛到东沙群岛 和南沙群岛合并 叫做新南群岛 所以这整个土地都是什么 日本天皇的 你看看 建政医 1945年 8月15号投降 就这张和平条约 1952年4月28号 就这张和平条约 全世界有一个波斯坦宣言 波斯坦宣言他说什么 他说 日本 大日本帝国太危险了 只会四个地方就好了 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 让日本天皇在关这四个就好了 同时在就这张和平条约 第一条B 说日本天皇 从日本的国事国家的事情 交由人民所造成的政府 所以1947年 麦克阿瑟5月23年 改变他的法律 他的宣法 修正第四条和第九条 第九条就说他他不会再战争了 第四条就说日本天皇变一个象征性的 领袖 领袖 问下来啦 日本现主席 大日本帝国 改变他的 宣法 让他变成日本政府 新的日本政府 四列 琉球 有修正 日本的宣法 有没有 没有嘛 哎 法律就是这样啊 法律如果没有说理由 就是你没有了 所以琉球 那没有 照日本的 日本现主新的日本政府的宣法 没有了 是照什么人的 日本的大日本帝国的 台湾的 也是同样大日本帝国的宪法 新南群岛呢 大日本帝国的宪法 北方四岛呢 大日本帝国的宪法 所以苏联说也没有错 他说这个不是日本的 啊他在说什么人的 什么的 日本天皇的啊 你日本政府你跟他套什么 所以你听我说 你这里胜股又有隔壁了 我在这里给你预言给你听 后来要套日本的北方四岛的 要套什么人 台湾啦 琉球 琉球不可以 琉球应该 日本天皇应该 日本政府脱关了 靠我们台湾啦 你有怕到吗 我一个跟日本人说 现在日本的教授那些人 这个锤子都开开啦 我怎么没收到 我怎么没收到 这这么简单的东西你怎么没收 锤子没错 这个我很爱说的 所以 做起来 有的人说 就这张和平条约 这样 可以改变吗 没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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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什么 靠台湾啦 所以现在 前两天啊 十元 胜太郎 他宣布跟日本天皇说 他对我宣布 我要买 钓鱼台 尖隔群岛有没有 有这样说有没有 现在大家就笑到 喔 哪有可能 你日本要买自己的土地 你买什么 好像买书说 现在 台北市的城市 那中国人 什么 丹共 台湾人 丹共一宣布说 我要去买那个 澎湖 有利 有利 为什么 九元 他可以说 他买 船客 钓鱼台 为什么 你都不记得 1999年 1999年12月15号 中国下一任的 下一任的总书记 习近平 直接说去跟日本天皇记民 本来日本天皇没跟他记民 日本政府没跟他拜 他去拜託美国 叫美国拜 美国跟他拜 说15分钟 你知道他说什么 習近平他说 他说 跟日本天皇说 我现在中国 稍微有钱 不然在台湾买我 日本天皇怎么说 我日本的红族 我的宫内厅 我从来没有卖过我自己的东西 你要跟天皇拍摸吗 所以 今天的间隔群岛是谁的 日本天皇的 所以日本天皇 现在日本政府要买这个 日本的间隔群岛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散离去 金隔群岛钓鱼台 到今天为止 还不是日本政府的国有土地呢 为什么 为什么 奇怪呢 金隔群岛不是你日本政府的 大家都看不到啊 你怎么看不到 你看不到我看得很清楚啊 当然不是日本政府的 是日本天皇的啊 国际法的东西就是这样 是赃的就很清楚 非常清楚 不能让你模糊 所以金隔群岛是赃的 日本天皇的 现在日本政府是要买 所以跟今天为止 奇怪呢 为什么 金隔群岛还不是日本的国有土地 是天皇的啊 天皇没有卖给你怎么 你怎么会变成你的国有 所以 今天为止 日本他说 在 2014年的时候 要宣布说要将这个土地 变成 日本的国土 有问题 事实上 中华民国的外交部 两年前 不跟两年了 200年前 特别请我去外部吃饭 在他们那里有 餐厂 刚刚开始我没有怨感觉 我怕他给他读习 我看他生这 我才识 他问问他 他说 对不对 我知道你有研究 我请问 钓鱼台到底是谁的 钓鱼台到底是谁的 我说谁的 你要听清楚 钓鱼台是 台湾的 可是台湾是 日本的 你说钓鱼台是谁的 日本的呀 日本的呀 你有什么凭证 很简单 我跟你说 日本很多是他怎么说 日本的政府 的说法 他说 1895年的 一月份 我日本 大日本帝国已经宣布 钓鱼台是无人的土地 我们 变为 我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二月份 1895年的二月份 中国 大清帝国宣布 不算 我自古以来 我有很多的渔民在那里进进出出 所以是我 大清的土地 我说你日本土地 因为1895年的 4月17号 马关条约来里 就讲得很清楚的第2条 说什么 他说 台湾 台湾周边群岛 跟澎湖 永远 割让给 日本天皇 我说你用这条就好了 日本不敢 为什么不敢 他今天说 那这样 中国会说有侵略吗 我看留几个在侵略 有侵略吗 你不是真的为台湾跟中国战争的啊 所以你看看现在中国最近这两天 这两天为了钓鱼台 那个间隔群岛 日本很坚定 因为中国 台湾 我们不惜 战争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礼拜 日本的电视 都在 都在翻路 说要战争 我的腿 中共 刚才跟你修权 我就在头头给他做鱼子 我怎么这么看不起中国 他有航空母舰 有没有 还有没有航空母舰 有的举手举手 有的举手没有的举手 都没人敢这样 你看你都看不着 你们看报纸的航空母舰 我告诉你 你听听 到今天为止 那艘航空母舰 四航九次 最近的一次 在东海 演习 演习的结果 晒回去 那两个甲板 因为飞机都会借在下方 升起来那两个甲板 降不下来 碰到黑黑 那家航空母舰是多少钱买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两千万 这家啦 两千万 两千万美金买的啦 你知道美国一家航空母舰要多少钱 多少钱 五十九亿啦 那两千万的那个纯喔 他有多少 观点我告诉你听 这美国跟我说的 第一 他的顶管没办法载飞机啦 那奇怪的 航空母舰不能载飞机 是要做什么 你知道喔 航空母舰的那个飞机啊 起飞 起飞 这样就刷起来嘛 你要起飞就是问题 为什么 因为 跑到很低嘛 他就要用 撒出去 有一种蒸汽喔 以前用弹簧的 现在又要用蒸汽 撒出去 他在这里 起飞啊 好了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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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倒回来 停在里面啦 你不要动 我就停喔 那里面那条缩子有吗 南节省有吗 他做不出来 到现在他做不出来 到现在他做不出来 他问日本 人日本你看 日本 第二次世界的人以前就有了 法国 全世界有11个国家有航空母舰 只有这个四中国 那些缩子就没做 所以我老早有说过 2008年以前那些航空母舰 绝对是像我们家的游艇 再来 航空母舰 这么大隻 一定要怎么样 要隐藏嘛 他的 在那个雷达经验看 美国的雷达怎么 可以 防护罩 表面上 估计说 停在这里 但是你的防护罩 一个用下去喔 你用那个雷达去看 要停在这里 所以你如果打在这里 你不会打那 那叫防护罩 中国没有耶 这只航空母舰 他东西做好 那个乌克兰做好 他要买以前 他在里面的引擎 他已经跳了 他现在自己把航空母舰 放得欧恩你看 在我们这里看就看到了 航空母舰 他有武力吗 他有武力吗 我告诉你 我美国也 美国的心态跟我同样 最好打仗 那如果建立自己的台湾 美国就在台湾 那民政就起来了 但是喔 美国跟我们问 你们准备好没有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美国跟我们说 叫我们要奋战四千名 我们现在在分年 比较没两千 所以喔 还多久 我看还超过半年 我估计他在半年 你们看 我们现在坐到万万万 西九叫你去做行政官的时候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国民党 有历史以来 不要在北台湾人 我批一个 外交人员 我们最近九月份 我们要去印度 印度跟我们说 希望你们台湾民政会来 要跟我们开记者会 台湾阿嬷也跟我们记民 但是呢 我一直想说 欸 他说要来交换国书 夭壽喔 那国书要怎么写 我问问 诶 都没有外交人员 啊我现在 警觉到说 我们要走路要更多 四百年以来 美国跟我们说一句 四百年以来 台湾人不关于你自己啦 第一次 台湾民政会好文 见经见书 可以照建设法 成立台湾民政会 那你不欢迎吗 好文啦 我没跟你骗啦 真好文啦 那如果没有好文 你今天 不可能 成立台湾民政会 有人说啊 你台湾民政会合法吗 合不合法 真的假的 你都说合不合法 什么理由 你要去看我的文章 我跟你说 我们台湾民政 我们现在受欢的人 站在乘坐 你们一起回去 要去注册 要去做注册 台湾民政府的官网 来官网先我出来一下 要去注册 你要看喔 台湾民政府官网 注册 注册那两只 把点下去 就这样出来 现在出来你看 你的电子邮件的 你的email address 要寫 再来你的密码 你自己去注册 打两次 那问题 一 问题 一加一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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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 台湾人很天才 我告诉你 答案 一加一等二 好简单吗 有没有 那你就寫一下二 就进了 这登记就完成了 你要寫说你是 第几季的 三十四季的 一加一 那时候 我们的网站的傅舍人 公佑你跟我问 那应该是 啊 这样做一个 简单的问题 我说 还想想 一加一等多少 等二 你知道吗 等一我告诉你 你要想想 你只想想 你还要一加一等二 你夹它 就注册会完成 那好吗 好 过来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 日本天宏 宣布导航 一九五十年四月二八 簽了就古金山河边条約 第二条 日本放弃 日本是日本政府放弃 你说机关的 这个日本你怎么知道是日本政府 为什么不会说日本天皇 我跟你说 一九十五年九月十二 在签投降书的时候 有一个日本外交部门叫做崇光魁 崇光魁在投降书里面很清楚 崇光魁代表谁 代表两个 Ampra 天皇 and government 政府 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 所以可建 古金山河边条約 是有两个人去簽的 一个是天皇 一个政务 第二条 日本放弃 日本政府放弃 Renounced all ALL 後面right ALL在英语的後面应该加复数 对不对 你都讨论英语对不对 那个right 泰图不加S 泰图不加S and claim to Formosa 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租款管理 这是吉田茂 簽的人他自己说的 他在1963年 下一本席叫做The world in Japan 世界跟日本 其中 263年 他说得很清楚 我日本没有放弃台湾主权 我只是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 港关和平条約在1947年的 理议施权 对 意大利的和平条約 23条 你要把它用出来 你要看这条 这是就在和平条約 的第二条 日本Renunces 放弃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你看看 意大利和平条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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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意大利也有参加世界建政 23条 他说什么 他说意大利放弃 听话all right and the title to Somalia 各位 日本政府放弃 right title和claim 三项 但是意大利放弃 right title 有claim 没有claim 为什么没有claim 因为claim 这个东西就是 殖民地 跟娘头的区别 因为这个所谓 你也可以证明说 台湾已经是日本天皇的 在娘头 Somalia 是意大利的殖民地 你看看 意大利 1947年以为继续 意大利和约 第23条 意大利 Renunces all right and title to 后面这个Somalia 你看看后面那个二楼 Somalia 放弃两项 日本政府放弃三项 可见台湾这点娘头 是日本天皇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我证明给你看 我不是黑白公的呢 我不是站在这里黑白公 这不是三天两天呢 我没骗你 现在现实是我们全台湾 全世界来说 苏联都要问 不错 终于得到掌声了 所以今天 你你看看我们现实是 所有的台湾这堂顶团 所有的国际法 那些人 他不要说建政法 不要说曼国公法 不要说组练法 所有人都不用他看 那都不对 绝对不对 台湾台湾的问题 只有什么 用曼国公法 建政法和组练法 你有人可以这样说 他说 有的国际法和组练法 一些博士 他说 嗯 你林志已经说的都对 我这样说就不对 什么人做裁判 谁装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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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合约局已经踢在那 什么人做裁判 美国嘛 美国如果说林保保你说的对 其他都不对 现在是 我任务我应该顾美国 美国出来说了 两千块两年 十个二世 我顾美国的时候 美国现在五个打国 五个打国在说什么 第一 本土台湾人不国籍 人不国籍 啊 现在最近啊 美国就有一些家里面了 他现在想说 嗯 跟美国政府说 啊你美国要告诉我 我们台湾人的国籍是什么 美国 美国的国安局是把我笑到他说 啊 这人在那边 没有国籍的国籍就是你台湾人的国籍嘛 啊已经看过在那儿 清清澈澈在那儿 啊有的人营业看不见 你别人家说那些营业都看不见 你敢看有营业 看有营业你拍照我看 啊看不见你拍照我看 我思琳啦 我说一个例子给你听 现在是中华民国在参加世界组织 都用营业在台北 营业在台北 啊有简单吗 有没有 啊现在台湾人的也是这样去参加什么 运动的 营业在台北 啊中华民国的旗子拿着 摩托圣鼓丁都在走 我看到鬼在这儿的人 营业在台北什么意思 中国台北 中国台北走 中华台北走 都没人走 再一次 中华台北一定要走 中华台北走 啊中国台北走 啊不走走什么意思 啊不知道走走 通通不对啦 中华台北 中华台北 英语的价格的意思是什么 真正英语叫做 中华政府 政府 在台北 全世界跟你说 你中华民国在台湾就是流氓政府 已经跟你说了 你台湾人不知道 要再想说我们是一个国家 台湾人 我说的时候我四五年前我就说了 没人你把他主导 啊揣他们 去年这样说一次而已 啊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嗯 他我女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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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女儿 女儿女儿说的才有尊神 所以家里都太太说的才有尊神 对不对 对不对 不敢说的 这都是PTT 怕太太的人 Chinese台北就是中国流氓政府在台北 这些英语的结构啊 Chinese在头前后台北 要用一个城市 西区 像清朝东西 法国流氓去到伦敦 叫做French London 比利时流氓在伦敦 叫做Biligin London London 韩国流氓在上海 叫做Korea Shanghai 叫做Korea Shanghai 我不是黑白说的 你都 你都 你叫你的孩子 还是你自己 你自己那些 KuGo KuGo也好 Yahoo也好 跟他打 Chinese台北 很多都会走出来 French London 啊这Biligin London Korea Shanghai 都有啊 不是我黑白说的 啊 有一些阶段 认识的 认识的认识的 认识的 中华台北 中国台北 全世界 国际上 都跟你说 你中华 美国在台北 这个东西 就已经是 李王政务了 全世界都知道 只有你台湾人 不知道而已 看有可能吗 六十七年了 啊 你以后来上 就很聰明 啊我再问你一个事情 让你去外面 日本天皇的国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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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高沙民族的同胞来讲 日本天皇的国籍是什么 不知道 好 是什么 是日本的举手 日本 嘿 你是很奇怪耶 日本天皇大尉的人 日本天皇 他的国籍是日本的行李举手 是美国的行李举手 我跟你说啦 日本天皇没国籍 为什么日本天皇没有国籍 因为他没有效忠的对象 做兵 做兵就是要有效忠对象 今天全世界的同样 我们台湾人去做兵 要效忠什么人 中央民国 你就不是中央民国了 你效忠中央民国 所以你不是叫中央民国 所以他才有管理跟你 拿去做兵 日本天皇没有国籍啦 因为他没有效忠的对象 所以由此可见 英国的女王没有国籍 因为他没有效忠的对象 你也问他 他的后生要怎么 他的后生 他如果嫁给日本人 因为嫁给先生是日本人 所以他就取得日本国籍 美国打担公 已经打担公 我们本土台湾人 没有国籍 是因为日本天皇 他的管理器 掉下来 suspend 旋制 因为旋制的时候 地位未定 所以说我们台湾人 暂时没有国籍 所以我常常跟日本人吃豆腐 你后面看到我 要给他非常的尊重 你问为什么 我跟日本天皇同样 跟日本天皇同样 我们港国的 我没有国籍 日本天皇也没有国籍 日本人不是大家都知道 也是有的人不知道 你们这家里的 可以去人家炒肥 去日本朋友 炒肥一下 好吗 好 那里面拍手 好 我今天给你教很多秘诀 这都是你67年来 你所受的错误的教育 偷偷偷 所以说起来 你要说 我说你不要看保证 我说你不要看保证 你要相信吗 你不相信吗 保证跟你说 台湾 已经退出联合国 对不对 对不对 当然不对 台湾当时去加入联合国 他是中华民国是联合国里面 你也拜託 中华民国要加入联合国 对不对 也是不对 是怎么 你中华民国不是 不是国家 台湾也不是国家 台湾不是国家 你怎么加入联合国 后面看那些国也知道 国家才能加入的嘛 而且有人贵 我们已经 台湾临时政府已经 把联合国申请 他已经接受了 看得贵 不要骗你头 每一年 有很多台湾的团队 都一次到纽约去出口 我跟你说 有人说 人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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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家说 那些人家说 对那些人家说 那些人家说 那些人家说 藏在水面 那些人家说 藏在水面 那些人家说 那些人家 这些人家说 不可以联合 现在生活这么苦 要用头闹 要用法论 所以 今天你们在上课 你是在上什么东西 你要用你的头 你今天不来坐在这里 我说的 你也要给它减严呢 你要检验哦 我讲的对不对哦 我说的 你要去查哦 现在一些通牌 一些堵牌 给它列了六十几条罪状 我说 给它列为一百条的什么 台湾民政府的街道政权 你们拍手也更严慌 现在喔 切切减减 加加减减 都开始哇哦 因为我 其实我开始做这个工作 我两千坑二年的六月二九 头土金盟回到台湾 我开始在插这个事情 就有九年跟我说 你如果真的要来救台湾 你真的要让我们台湾走出路 你有两个事情不能去摸 第一次 第二十五 这两个不要去摸 所有的人要把你摸摸就不可能 说得真好 到今天我相信医疗也同样 我一定会遵守 因为台湾六十七年来 六十七年来 所有的台湾人啊 处在一种错误的环境里面啊 长大 所以很多台湾人长大以后 大学毕业以后 研究所毕业以后 出了国 才会发现说 哎哟 我以前是什么东东啊 但是 当你大学毕业你出来 你以后感觉的时候 你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你的人生已经去掉一半 还算了 台湾的现在平均所得 从一万多块两万块 降到现在差不多一万三千 一万二而已 会更加了 让你老百姓没办法生存 没有办法生活 你就不会胡思乱想 你想想贪钱 不然你就没办法了 台湾民政府 是合法 为什么合法 2006年10月24号 我们控告美国 然后进入法院的程序 2000 刚开始的时候 美国的国务院啊 是看不起我 他直接向法院递到 第一个那个 一个文啊 你说喔 国家免数 就是国家啊 不用接受诉讼 没有错啊 其实我老早就知道了 我要告美国以前 我研究一当 要怎么告 国家免数 你要拆过了 拆过了 拆过了 我发言说 我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告他 人权 你今天我在台湾 你把我拆而已 你哪叫我去做兵 我不必当兵啊 中华民国叫我去当兵 是因为中华民国是接受你 美国的委托 带管台湾的啊 你不能叫我做兵啊 所以 这个高雷 第一次来回的辩论 第二次的辩论 到最高法院的时候啊 美国的国务院放弃抗辩权 什么叫放弃抗辩权 就是说 在美国的法律里面 当你放弃抗辩权的时候 就表示说 我投降了 原告所讲的 通通都是对的 所以我们控告美国的 五点的破坏 第一 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 第二 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 成任的政府 中华民国不是我们的政府啊 他是流亡政府 是中国人的政府啊 请问你呢 你在选举选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东啊 你在选中华民国总统 选去的时候跟你说中华民国总统 选后他跟你说什么 台湾总统 从来没有台湾总统 我们从来没有选过台湾总统 中华民国是中国人的中华民国 而且已经流亡了 所以今年的去年年底12月31号 我在我们的忘年会上面 我公开宣布是美国告诉我 宣布什么 马英九会赢80万票 那个时候我去宣布的时候 大家也给我骂 臭屁 蔡英文气息多好呢 那天阿伯也有人说她的条 有没有 你回想看看 看看 结果1月14号投票 差几票 80万 差一千多票 有准吗 有准吗 很多人说哇神算 那不是我神算 美国跟我说 跟美国跟我说 你不要开我玩笑 我如果宣布 那不败的时候 我台湾民政委 会赌哦 由你去宣布 我要宣布前三天 我再问呢 很准啊 你知道 现时台湾有几千名的CIA 2千名 你看有口袍 这各个层级也在里面 都有他们的人 所以你们能够是说 阿郎啊 他们来自台湾很多 美国有很多 我跟你说 所以 第三点 台湾人要生活在政治链鱼 这政治链鱼就在选戏啦 你在选中华民国 就是你维持中华民国的生命 所以我在去年的12月30日 我公开说 我拒绝投票 不能去投了啦 大家说 阿你若没去投 我就是中华民国 那些中国国民党都掉了 来 你想看看 中国国民党 是中国人的对不对 对 你拿去哪里 对 这都对 我民政党 是台湾的对不对 对不对 不敢说 想怎么不对 你有什么证明 他的党招得一条 他的台湾最终的决裕文 你在说什么 烂 他说烂 我们这台湾人叫做中华民国 我们的国名叫做中华民国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你所以民进党建议选什么 中华民国 所以选中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民进党 有什么不一样 有没有不一样 你自己讲嘛 有什么不一样 所以现在台湾人很聪明 我回到国民党也同样 两个都中国嘛 两个中国嘛 我说那有 有没有 有没有 我没有没有 有没有 现在 他现在一个 知道我最后 这样说 他现在开始说 说是共产党和 互生 共产党送我钱 我说 中国共产党没那么多 胡锦涛跟我们家宝 买我钱 来将台湾和中国把它切开 他不会那么笨 我问你 上海公报1972年的上海公报 里面说什么 这句话很多人 在黑白跟我说 上海公报说什么 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 都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 美国 得知 是不是这样 我说一次 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 都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 中国的合法政府 美国 美国 知道 听说了 听说你们在讲了 我请问各位 在座各位你什么人 中华人民 你中华人民 所以上海公报 咱们有关系吗 有关系吗 有关系吗 没有嘛 现在有的人就来说什么 美国 美国 要把台湾人 要把他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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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建交公报1979年建交公报跟817的公报 这三个里面说的台湾人是什么 the people of 台湾 of 台湾 本土台湾人 台湾关系法里面说的台湾人是什么 the people on 台湾 你要看夭壽的 你如果没有设计的 the people of 台湾 你把它翻译 台湾人 the people on 台湾 台湾人 所以台湾关系法是在海西台湾的法论 保护中国人 你有怕到吗 因为你所受的教育里面 是受的那个常识里面说台湾干法 你保护台湾人 No 所以我要求美国政府 飞敌台湾关系法回归就近的和平条约 所以在高的时刻 高顶法里辩论时刻 美国法里 法官问那个 国务院的 那个律师账问 台湾关系 他账问说 就近的和平条约 事实已经没有用了 已经失效了 国务院那个哈佛的 不需要回答吗 他说你不用回答我来告诉你 就近的和平条约到今天 仍然有效 你们派手 法官就替你讲话了 法官已经替你讲话了 法官已经替你讲话了 所以美国第四条 他说什么 反而要求行政台湾 主动协助 我们国的要求 所以一求 一求 两千空十年 七月七世 美国国务院 终于 帮忙台湾民政府 在纽约 在华盛顿DC 的使馆区 在我们乘的一个办公室 在那裡 那个办公室 在那裡 我的名片上面都有 今天要再来 九月七八 把我们祈祥一个集会 九月七八 把我们祈祥集会 十一月七八 我们台湾民政府 叫自卫权 正式把美国announce 我们成立 台湾民政府的内阁 和参议会 其实台湾民政府 是两千空八年的 李卫成立 在台北成立的 当时有法 用全世界194的国家announce 说我台湾民政府成立的 所以现在有人问说 一些美国的台湾 好像是民进党 还是台湾的 说你问美国 你美国 军事政府就要来 更快成立台湾民政府 美国怎么回答 已经成立了 2010年 7月4号 已经成立了 在华盛顿DC 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照美国的支持 照美国的 跟我们资党 他说你台湾人 不敢建议你自己的政策 第一次 我认人家 就是说政策很简单 我现在 感觉说 哎呀 真的 看怎么办 民进党 选择 他是承接什么 中华民国政府 但那个中华民国政府 政府 那个中国人还要给他 没有 没有啊 你如果好大 你去做 中华民国政府的总统 看看 他绝对做 帅帅帅帅 蔡英文是 好文不得了 你如果得了 他绝对好 帅帅帅帅 我没有跟你骗 现在又是台湾 一些 一些骸子 叫骗子 我们是被占领帅 我们是被占领的人 你去用占领帅 他现在占领帅 没那么多人 就用占领帅 这个比占领帅 搅人 搅一些 要钱 要做官的 怕死的 这是厚城新平说的 日本的第三个民政官说的 因为管理台湾很简单 是这样 台湾人要搅好就好了 爱钱 怕死 爱做官 真的 不过我是这样说 你日本人也是爱钱 怕死 爱做官 全世界都这样 你哪有什么优积 但是这台湾人 不管 自己本身不知道自己什么人 你第一点 台湾不等于中国 这点做到就对了 好不容易 现在日本已经同意了 日本终于了解说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去年12月20 我们有150人 去日本的政国神社一拜 厄身印 政国神社 有三万九千一百个台湾的营领在那 我把这个三万九千一百的营领跟他说 你印象有够好文 你很幸福 你知道吗 你在那个地方日本人给你拜 相会给你拜 中华美国一次台湾 你以后 像我们台湾人给你送去中国 去见证见识的那些人 有人叫他拜 没有啊 拜 要拜在那里 12月23 是日本天皇的生日 我们也去把他祝福 日本天皇知道我们要去你知道吗 我们去日本的时候 我们去旗 台湾民政委的旗 旗旗旗旗旗在那里 我希望各位 你如果经济灵力有的 你要参加 12月20 到12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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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2月23 去跟日本天皇这边祝福 时 12月20日 听清楚 我们要去银座 市委 要去走路 日本天皇要去 说你们来 你们两百个 我们派2000个给你帮忙 到底走啦 我跟你说 美国现在跟你们走三天 在走三 他说日本也很腿 也已经真正失败 那台都没了 你们现在跟他打 美国现在发言说 好想 对日本 跟中华民国 跟我们骗骗骗骗 骗到现在说 中国接近了 所以现在开始 你跟我们走三天 所以我们今年 你有看到 厚拜 跟你的小孙子说 你们阿公还是你们阿嬷在这里 台湾民政府 去跟日本的建国神社 旗子在那 我就有这个人 你看都穿这个 你看 黑色的世宗 在牧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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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他的成员吗 两百个而已 现在可以开始报名 我们这边要去印度 我想印度可能没有人 我想有一个报 报五十几个 阿博太多 阿博 抱歉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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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这边要去日本 那吃多好呢 以前吃自助餐 我先跟你说 那自助餐是什么 帝王蟹 帝王蟹你知道吗 那些白海土的帝王蟹 记得你吃 那些 我们的和睿 美国的和睿 那些和睿 吃五盆 要是我说你五盆 你都吃多回来 那些两千块 你五盆 就一万块 都吃多了 所以 那些 当然 后离拜 那些拜五拜 离拜是我们的高去搬 啊 高北搬 我们的名字 后日 你如果有做生育 这种的外来可以做啦 我们的 这一口是黑色的 有冬天跟夏天的 一只水中两只口 五千块 有热吗 真的好热对不对 你只要去外面 买一只口也三千 那些冬天 夏天都同样 那些人是 我们台湾民政会的支持者 他说 那当做的呢 不是变的呢 当做的呢 当做的呢 给你牛选区做的呢 所以你如果要做的 那我家的 有时候 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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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块 不过 你才伙伴的 你先贴一件 商务 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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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 screams 不想贴 这次 我现在 我怎么就 你自己去 要不要穿 我就 这四千塊 三千塊 买掉 所以我们是级年的 後 stimulus 到那边 我们要去 和达籊 那姆吶 好 都听着打烂来嘛 欢喜 不过你又没机会 你没机会 你后面再说 你现在的机会是 12月20 到12月20 那12月20 那是库金 Christmas 圣诞节 那会计 饭店都很贵的 3万8 都包到里面 3万8 所以我只能给各位说 希望你们可以去参加 我们去日本 这边去日本要做什么 丁肥我们去日本 我跟大家说 你去日本的时候 跟日本天皇搖起来 日本天皇一定会看到我们 一定会这样揮手 说我同意台湾自治 因为照顾金山河边条約 日本天皇不能说话对不对 但是没几天日本不能说yes yes 丁肥是丁肥 所以丁肥去跟日本说完 我马上那个项目拿着 我告诉美国说 日本天皇给我们同意 有哪有 我告诉你自己去看 因为十八 十二月十八 所以我就已经要求 选送给日本天皇 二三他要回答 所以日本的工历厅也很好 他还给你安排 那很快啊 安排刚才在日本天皇 三十公圈的地方 那超常安排的 所以我看 我感觉日本天皇跟公历厅说 那警察跟公历厅说 那警察跟公历厅 跟公历厅 不然那很多人 那人要拜一天一晚 日本人也是这样拜一天一晚 那我们都没拜 在时睡八百 时间到处去 又给你拜 拜都在日本天皇上证明 因为我们有在跟日本天皇说 你出来 你给他揮揮揮手 表情说我同意 台湾不能建国 但是台湾可以主题 自己管自己 这样好吗 好 那日本天皇说 OK OK 今年 第二次 我在跟日本天皇说 你手搅大一点 太小了 太大了 好好好 我同意 我同意 好吗 好 所以各位你可以去参加 再来跟各位说 就是说 你不能想说 你上两个课 还是上三个课 你就已经好 国际法 都在建政院 投得很百 不太简单 有一个问题 你要去买 我们的受讯的学员 可以打对这个 五百块 新台湾论 所有的人问你什么问题 你在那本来都找得到答案 新台湾论 那本 拜托你一定要买 那你哦 不要吃粉就好了嘛 菜 减买一块肉就有了嘛 但那本一定要打 我可以跟各位说 我可以跟各位保险 台湾的地位 他绝对要照建政法 照法律来走 因为美国就要照这样 西拉雷 在去年里 他有说 台湾这个问题 南海这个问题 一切要照国政法 欧巴马也说 所以 很清楚 台湾就是要照国政法 倒入来走 那你不用烦热坚格勤劳 我跟日本说 坚格勤劳 中国绝对不敢给你改善 那如果改善最好 因为他的借位 可以用一个星期而已 今天一口最好 谢谢 吃起立 走 下口